我們請國際釋迦文化中心主席 郭兆寧先生 跟我們講話的 各位興奮民主 大家好 我們每年兩次的恐慌山 到現在應該有三十年 有三十年 如果轉了用船也有二十多年 但有個遺憾是船開始發例 多一兩個人船主都不開 變成有很多人都買不到票 這個沒辦法 有些新朋友來我們也重複一次 每一個工作和每一個行為會有動機 如果動機不清晰 或者自己都不清晰做一件事的話 自己會撞板 然後你就會誤導別人又會撞板 好 今天放山 什麼理由 我們根據宇宙的因果法則去做 因果法則就說沒有善惡的 因果法則 我們舉一個例子 你一個人會嚇到 他又變你的傷出來 你種瓜就得瓜 種豆就得豆 很難說種菠蘿就變香蕉 這是一個宇宙的法則 是沒有改變的 既然香港因果法則 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在我們人世間被人搶了你的錢 或者拿了你很多資源傷害了你 你都未必要拿他的命 但是那個人拿了你的命 那個仇就大了 但是我們在地球上做了人 就要靠食物生存 但是人最早來的地球是素食的 譬如現在那些牛那麼健康 它都是素食的 譬如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 是一個很殘忍的世界 人類或者其他動物 要靠食其他生命 去給自己生存 是一個很殘忍的世界 我們在一個無窮的宇宙 在這個地球 你接受了這種運作 就說生命要靠食其他生命去生存的世界 如果你有個因果法則的話 一轉轉頭它有機會吃回來 那一旦轉轉世界要還 你食我我食你你食我我食 所以看到世界很多天災人禍戰爭 就基於我們行為的反射 要舉一個例子簡單一點 例如大家見到日本人很多火山地震 大家一想 那些火山熔岩出來 浸到一些人 那些火山岩 高溫落死人很痛苦 雜雜跳 大家看日本人打火鍋 我拿著一條沙蠻的魚 湯了它 頭還在動緊的 或者一疊蝦在那裡跳一跳一下 放到火鍋裡 和火山熔岩噴出來 錄住人有什麼分別 這就是暴應 因為這種暴應在世俗人 一個怨氣太大 可能如果你有些電子遊戲 你去市場 看到人湯雞 或者湯魚 它的雞還沒死之前對眼 和魚還沒死之前對眼 就跟人的結構不同 那它看的景象跟它看不同 不是這麼清的 羊還沒同窮 但當它將刀鬱落 一殺那條魚 或者殺那隻雞 它神色就走出來了 神色很難形容是什麼 就是它那個最終極的一個能力 它一走出來 它就超越了它的束縛 它那雙眼就放了一種元素出來 同樣是站在身邊 湯魚的那個人 都會給你做一個技巧在那裡 雞射一道光出來 今天這班人殺我 那一陣光芒是有彈色的 它根據那個動力的心境 變不同的色素出來 一貼就貼住你 但你看不到它的光 但它黏了你的身 就有了記號 你看看那個仇怨很大 它去報仇 那怎樣來整鼓你呢 到你一路決策 或者想問題 那你那個殺業太重的話 那麽多貴人跟著 它干擾你那個大腦的神經系統想事情 所以我們有個議員 何先生最近 與他的工作做律師 是不應該錯那些東西的 他就是有東西干擾的 通常被人說錯事做錯事 如果決策錯了 就有不正面的力量 是干擾你的思維 所以很多年輕人 接觸一些不好的朋友 又吃cooking 又淘酒吧 又晚上喝酒 又到處走 他覺得很開心 看到那些人 他就有東西干擾他 一見到那些壞人 他當好人的 他自己不知道的 就是你那個 那個愚家債主 就是這樣來整股你 知不知 跟著你 他的功德 即是這些 即是說正面的電磁波 和負面電磁波 這個行為的信號 是跟著你的 跟著你 那些人 那些人做的壞事多 那些眼神又邪 那些動作又頑 那些動作又頑 所以就有瘦內認知 那些氣場放射出來 總之他沒有得罪你 覺得他很討厭那些 就是涉及這件事 如果不吃生命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殘忍的世界 所有的生命要靠吃其他生命去生存 那我們唯有就盡量減 所以大家不要親手去殺的生命食 不要叫人去殺 你去到市場會死了的 OK 不關你 即是不是直接的 即是我去到現場買海鮮 那些冰鮮雞湯好了 OK 我都是屬於清靜的 他已經死了 不要為你自己去殺的生命食 譬如說我爸爸做大生日 那我要弄乳豬全體買海鮮 那你希望爸爸長壽 那為你去慶祝你爸爸長命 那有一堆生命就短命 那你怎可以求到你自己 那些爸爸長命 那你拿了人家一堆生命 所以這是蠢的 所以大家在這方面就要避一避 特別那些釣魚打獄更麻煩 人家整群遊遊下 家爺仔很開心 爬一聲不見了老爸 一人正走了 一人不見了老媽媽 老媽媽又沒有了 還有釣魚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打他一輪 那條魚馬上死 搞到痛到混蛋 所以那些也是要避 我們世間人在那個因果裡 就說幾所不欲物私的人 你做一個行為 你反過來看 我這樣對朋友 或者我這樣對人 對方接不接受呢 這樣就痛 就是不是要說很大道理 就是中國人有一句 尼小腦看不透 覺得自己覺得人這樣就痛 所以不需要說大道理 但我們千萬不要觸犯那個因果的對沖 那個是比較危險的 很邪的 基於有這個因果的鎖鏈在鎖住我們 有個文化 我們唯有 這個是我全城的老師交代我 我老師臨到離世的時候 我就問他 我們在佛門或者道家 或者在耶穌教 有很多祈禱文 又有祝福文 又有玫瑰經 又有可蘭經 又有道德經 有這麼多大的宗教 有哪本經最有靈 可以練了呢 可能燒災解難的先 我們問的東西很聰明 一問就問到底 就是這麼多宗教 有哪套東西 真是有可以保佑燒災解難的 可不可以照顧病床的 他說沒有 你唯一可以做就是大放山 即是遇到問題很大的衝擊的時候 就做海陸空大放山 但我們今天大家上船看到海上 但我們有些學生會處理一些陸地的生命和一些非的生命 是我師傅臨終我問他 所以我們由幾十年前開始 我們每年都做兩次 初初是為了自己做的 見了三個朋友在西國 又在尖花咀海旁 今次人多了些人 到今天就租船 什麼要講清楚給大家 要這樣聽